剛才娃娃要說 沒有 我要補充跟孫大哥講的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同期認識 其實你忘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來試唱 我們還在台下 那個時候你要叫我們聽 你們已經是歌星了 那時候我因為有演過連續劇 有知名度 我們就算有在做秀了 然後晚上其實要開場之前 他們都來試唱 有叫我們聽 就說這個聽看看這個好嗎 其實當時我在看曾馨明的時候 外表真的長得不錯 瘦瘦高高的 但是說歌真的唱不說得好 但是我跟妳講 她的外型真的不錯 那個時候看起來比較靦腆 比較像個小聲 現在後來就比較 因為當主持了 沒有辦法 妳知道嗎 為什麼會變這樣子嗎 因為我們講說主持界有A咖 B咖 A咖就是在那邊指揮 譬如說朱哥亮 張飛 張葵 胡瓜 這個叫做大咖 A咖 那時候胡瓜還是 胡瓜還是 胡瓜還是B咖 胡瓜那時候叫什麼名字 張飛帶著 胡志雄 張飛帶著胡瓜 那個時候曾馨明就是喝一行 他很辛苦 因為他要當那個B咖 要什麼都會 所以很犧牲自己 所以他一個外型 小孩台語學會 大家要蓋檔 他也要蓋檔 對 我以前聽他們說的風光月 像他在台灣也是 什麼 沒有錢去跟人家吃消瘦 有的沒有的 有錢才拿來行 但是他們一些事情都很好笑 就對了 你們有這樣的好交情 所以 好像剛才他在說 欸 這樣 大家都還在的 你怎麼可以先走 我現在想這個問題 你剛剛不是說 你還看著他在試唱 你算評審之一喔 你是這麼有名的人 他後來怎麼膽敢寫情書給你 我爆料寫情書給你 後來呢 他跟朱大哥開始搭檔的時候 紅了 其實他還在旁邊的小角色 不然已經很紅了 我妳說沒有... 沒有 以前是配合而已 還沒有很紅 但是賀一航我憑良心講 他的字寫得非常漂亮 他的文筆也非常好 他的文筆也不知道 寫得很好 他寫得非常好 有一次呢 我們就在藍寶石作秀 我就收到了一封信 他也沒有寫名字 他就說 那時候是用什麼寫的 毛筆嗎 他是用鋼筆 就是以前的流行鋼筆 還要泰克 泰克鋼筆 泰式鋼筆那個 真的寫得很漂亮 他說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總會想到你的倩影 尤其是看到你長長的頭髮這麼飄逸 而且你修長的深情 讓我就覺得我沒有辦法 他有回憶... 他這張背景消耗了很多人 是不是用鋼筆的 鋼筆的 這個故事 你從我聽到我繼續說 我就看這張背景 其實我心裡暗爽 暗爽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很年輕 那時候有人這樣子對我們講 寫這些信 我們真的會小路亂撞 但是一直想到底是誰 然後我就想沒有署名喔 沒有署名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有男生這樣子 崇拜我 愛慕我 然後我就念我大家聽 我就說 要是什麼人怎麼寫這個配合我 結果有一個陳美鳳說 我好像也收到這個信 然後呢 我說他的意思是什麼 都寫得你一樣 我說奇怪 怎麼會都我希望 怎麼會都是收到這種情書 你們都搞錯了 其實就是 那個賀一航當時寫這個情書 是會替他寫的 他到處就送人家 每一個看哪一個上當 對不對 那就是影音本 影音本 去7KOP 你收到的是影音本 沒有 今天我們其實是在 懷念追思他 但是也不想用那種非常悲傷 畢竟老朋友們看我們的電視的人 都在看我們的電視 大家都想要了解 真正的賀一航到底是什麼情形 就是這樣啦 賀一航 張葵 孫晴 三個人交女朋友 誰 奪標 張葵 奪標 我們不能 這個我們不敢跟你講 這跟光國什麼事啊 我們絕對不敢搶你的頭銜 OK 好 現在我們來 師傅 你別這麼說好不好 你傻來土地 就你嘛 就你嘛 好 張葵來唱這一首 奪標 好 奪標 知道為什麼要講這個話題了吧 先開個話題 你要唱奪標 謝謝你 謝謝你 來 來 來 請坐 不要 這個 再見再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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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奪標 奪標 厲害了 來 請回座 來這 來 奎哥 請回座 來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奪標 我就想到說 剛才在說高齊 你以前在做製作人 有太多的那個潛規則的機會 有 你有怎麼這樣 應該很多吧 我們綜藝界比較少這樣 戲劇界到常常會有潛規則 綜藝節目都來衝衝去衝衝 不過我倒是曾經當任過賀大哥 的製作人 他那時候魅力無編 我們那個節目錄影 在雲林一個那個遊樂園 是 那麼偏遠的地方 他都有辦法主持結束以後呢 女歌迷圍繞著他 然後賀大哥攔了一台車 一台計程車對不對 那計程車他一台 這麼厲害 那個魅力無編 沒有礙你去喔 我有試著問他說我可以嗎 他說 你比較不 對啦 他說 他說 那個時候的水玉林 怎麼再說一粒 三粒很大 水玉林講得很對 他那個時候 女孩子看到他會害怕 因為那個感覺上 他那個色藍包天的樣子 他喔 他其實不會 不會啦 面惡心善 對 來這堂 現在我們來說娃娃 他又睡著了 娃娃 坐火的人你拜託的 老先生就睡著了 娃娃你今天為什麼會想到 送給他這首歌 愛你一萬年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以前賀陽很喜歡這首歌 而且他對女生都會說 會愛你一萬年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要把這首歌獻給他 然後我覺得其實他對我們演藝圈的女孩 他追的不多 他比較喜歡都是圈外的 為什麼 因為演藝圈的太聰明了 太怪了 誰一張牌你又四處去問人 問問叫他會漏開 只有圈外的女生不知道他的過去 對 不知道 不知道他會用一張牌去COP 這樣才對 其實我跟你講 他的個性比較獨來獨往 其實你說他這個人他坐不掉 他也不喝酒 然後他如果跟你講話 如果沒有說真的感覺上 已經有Feel了 或者是有那個火花了 他就跑掉了 他這個人真的是速度都很快的 他不會說一直在那邊折騰 或者是浪費時間 一直浪費時間 說實在話 說實在話 他很腼腆 他並不是一個很趣化的人 他是內向 他很勉腆的人 他有很多事情 他是很不好意思 要拜託人家 也很難開口的那種人 對 我覺得他是愛面子 非常愛面子 非常愛面子 很勉腆 以前我們都會宵夜去吃消夜 第一點他不會喝酒 他也不會坐不住 所以吃消夜的時候 他真的 他都在房間在算數量比較多 所以他沒有辦法說跟我們去 去一直說 因為我們去吃消夜會浪費很多時間 他幾乎都是秀結束就進房間 房間就是研究什麼牌比較好 研究學問 研究數學 是這樣啦 他研究數學傳奇非常多 他跟我說他去那間公廟跟菲玉清去的 然後那個 你跟菲玉清都給他撩下來 他們啦 越扯越多了 那他家裡那個片房那個名廟 有什麼石頭宮啦 柱子宮啦 樹啊什麼都 他說的東西就只報一個說 阿兵哥的生日 結果咧 他跟菲玉清兩個人互看一眼 互約兒童很有默契喔 所以他們在理解這個事情 相當有天分 有沒有中 後來那期大中 真的喔 有一段時間 我知道喔 因為那個菲玉清不要怪我 菲玉清剛才這麼好 實在真的是中了很多次 跟他們在一起中了很多次